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举行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下周在上海举行 为落实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双方牵头人将于7月30日到31日 在上海见面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举行第12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近日为更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中国的一些企业 有意愿继续自美国进口部分农产品 已经向美国供货商询价 并将签订商业合同 对此犯人表示 贸易采购与重启磋商没有直接关系 有关采购由企业自主决策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重启经贸磋商 是两国元首大榜汇物达成的重要共识 与贸易采购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 新轮的磋商地点为何转移到上海 对此犯人还表示 上海具备开展磋商的良好条件 在不同的地点磋商是十分正常的安排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